啊這輛就是全民族的Dior Whisker 你想買什麼機雲啊 所以來到台灣最開心就一直都有這些地方 我們買了車了 講一下小人 其實我們開這輛 這輛是我們外母新買的電動車 我們現在借了來用 直到我們 真的找到收藥為止 因為我們在台灣還沒找到工作 所以現在還是借家人的車開了 我們今天特地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去防疫酒店住了十幾天 台灣這邊我們依親移民過來 可以申請補償 所以我們之前有上網申請 但是現在就說要我們補一些文件 證明我們那天是哪一天入境的 所以現在要特地過來移民廠 申請那份入境的證明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去搞一些文件 稍後再說吧 我們瞬間就搞定了 如果成功露營 就好像可以最高的露營是一萬多元一個人 我們住在酒店住了四五天 其實都是兩萬多元開放的 所以露營真的蠻好 所以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就再回報給大家聽 一星期之後 來到這個康神百貨的本店 因為有個朋友就說 如果你是二世祖 你可以來這裡看看 然後我說 我是未來的一世祖 所以我就累了 你很害怕 你很害怕 高雄真的很少高樓大廈 所以看到這些東西突然覺得很凶 很凶 你昨天不買 這裡真的什麼都有 老婆 這裡是破產的聖地 你看 我老婆已經開始停不到了 眼球都停不到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傳聞中Dior的Vispa 我剛剛學車之前 我就上去莫路看車 然後就剛好 就是現在Dior和Costrova 出了一輛Vispa 然後今天看到真車 幸好我不是Dior 也不是Vispa 所以沒有被迷 沒事 這裡比我們外面想像中 進來是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說真的 這些牌子是都齊全的 其實都有很多國際牌子是有的選擇的 就是好像這些這樣的 叫做生活百貨 在台灣有很多間不同的牌子 不同的店鋪 有一間 那些人經常說台灣人給他重視生活的質素 是嗎 所以是不是特別多些生活 包括那些 我很喜歡一個留言 你說 你看看飯就已經知道台灣人是重視生活 因為你打開一個飯盒 它有三格都是放蔬菜的 但是你在香港買一個飯盒 打開你其實可能只有一兩條菜 那你就看到生存和生活的方便 那些人覺得很安慰 那三格賽突然間很安慰 很關心我 那三格賽 我們上次就去了青年路的那間巷神 那去完呢 我們的感覺就覺得 都還好啦 是的 都是二小早去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來過巨蛋這間巷神 那時候的感覺就覺得很大 好像香港那些大的 大小便商場 那樣 所以反正我想 上次都拍了巷神 不如今次再來拍 第二家巷神給大家看 兩家巷神的感覺 其實都真的幾不同的 因為呢 就看到很多觀眾 就說我們的片段 所以我肯定過來拍第二家巷神 來下時間給大家看 好 現在就去 Go 你買什麼幾碗啦 你想買什麼幾碗啦 是 看到名牌子就說 你買什麼幾碗啦 所以我覺得來 高雄旅行的人 應該不會想來這些地方走 來旅居啊 移居啊 或者來讀書呢 找回這些朋友呢 那你就真的可以來 這個是一個巷神的百貨來拍 我覺得都基本上應該找到 你所需要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繼續上去 這裡真的 記得 那這一間巨蛋的漢山呢 大家看到這些中平的位置 它滑落很多啦 然後也多很多櫃位啦 那又比上次我們去那間 青年路的那間 就會大一點的感覺上 感覺上 好像多些人走到感覺上 是 那邊就好像 好像局促的感覺 這邊走就會輕鬆一點 對 還有那些牌子都多一點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來這邊走 還有我們家來這邊 駕駛電單車都是 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左右 所以就都幾方便 大家就見到啦 現在台灣三級巷 這些遊樂場 都沒有得開啦 就算現在會流行到鬆綁 都沒有開 我跟Tracy呢 每次來漢神呢 其實最喜歡就是走 最低那一層 就是買食物啊 買手信那層 那層 我最喜歡的地方 台灣很多這些生活百貨 這個是TOKYO HAND 這個又一間 就是多到呢 你都不知道哪間打邊 連這些日本出名的生活百貨店 都會來的 而我也都幾喜歡走這些生活百貨 所以來到台灣最開心的 經常都有這些地方走一下 看看 如果你台灣呢 你看看 看神的地下 基本上每個藥都有 這間店呢 是我和我老婆第一次來看神 之後 一見到就兩眼發青光 因為呢 它是很像日本的藥妝 而且有很多的藥 都是好像日本 有得買的那些 好 今天我們就走到第二間的 漢神法科 我們所知的高雄呢 就應該只有這兩間的漢神法科 那 剛才其實都略略提過了 我們是比較偏向 巨蛋這一間 因為多一些平民的品牌 又 野食 最底的巡買的食物又大些 多一些 那 還有鑑光雞 它很喜歡吃鹽酥雞 如果有什麼高雄的鹽酥雞好吃 就需要教我們 那 下次再見 拜拜 在右邊鼻子的鼻子撐到我 我覺得很累 肉種 沙菲茲 你也是